《龍警察》 龍警察從我們足足為北下來 算起來有一千多年吧 龍警察文明世界的 綠茶中的精品 我叫樊昇華,今年58歲 我從事的主要是炒製西湖龍警察的 我們這個村同屋村做茶裡最起碼有400多年 《龍警察》種植環境 它最適應的是秋林地帶,以水充沛 我們杭州就有這個很特別的一個棄戶條件 從可以採茶那天開始 這邊山上滿山遍野都是採茶工 一個採茶工基本上12小時了 鮮葉一般來說只有兩斤左右了 用手炒,它就會跟其他茶中不一樣 我們土話講,炒的東西比其他煮啊什麼的都要好吃 炒茶也是一樣的 《龍警察》炒的方法裡 籠統地講有十個手勢 五至六個動作就可以了 通過搭,馬,抖,磨,推 從我有記憶開始 是從我爺爺傳給我爸爸 我爸爸傳到我手上 現在年輕輕的都不太願意學炒茶 我很多年下來每年都想找學生 我們家長父母都想叫小孩子 能夠考一個好的大學 那麼跟我們做草茶 要做傳統的這些工藝 有一點矛盾 我們希望把這個記憶傳授 越多越好 特別是年紀輕的 不想讓這個手藝 在我們這一代人流色掉 是1十五個動作 他以前的《皇后十六個動作》 他們會說了 超測至少女生 最多有奇葩 十五個動作 作詞 反正 很有意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